接下來欣賞完西班牙調情大師的名作 我們稍微往北走 大概只有18公里而已 我們來到法國作曲家拉威爾的出生地 西普爾 這裡是北巴斯克 又稱法蜀巴斯克 就是巴斯克人或巴斯克 拉威爾的母親是西班牙的巴斯克人 巴斯克人是 就是如果對西班牙有一些了解的話 巴斯克人跟台灣一樣就是常年有獨立的問題 他們一天到晚都在公投想要獨立 他是一個居住在西班牙中北部和法國西南部的民族 那會想要獨立都是有原因 要有自己的語言跟自己的文化 拉威爾的音樂呢 他的精緻優雅 和聲非常的細膩 然後他的手法又高超精巧 他曾經被俄國作曲家使 他拉威爾斯基評價為 最精確的瑞士鐘標將 有點提外號 為什麼是瑞士鐘標將 就是其實拉威爾的爸爸是瑞士人 然後他爸爸是一個技術很高超的工程師 他爸爸是二行程的引擎的發明人 那為什麼拉威爾的 就是他真的他的和聲很美但是又很精確 那其中一個原因也許跟他的父親在他的小時候 很喜歡帶他去工廠看那些很新的機械裝置有關 那拉威爾呢深受母親的影響 應該也是蠻多人不當中嗎 是西班牙人 那他一生都對西班牙音樂情有福壯 然後接下來他做的這首是西班牙人 就是剛剛提到的 吉普賽的另外的名詞 波西米亞人或者是慈當人 那西班牙人這個是法文文法 西班牙人的副標題是音樂會用狂想曲 那這首曲呢提現給匈牙利的女小提琴家達拉尼 那拉威爾在倫敦聽到達拉尼的演奏之後 覺得喔他真的是技術高潮非常的折服 然後他希望達拉尼可以演奏匈牙利的吉普賽音樂給自己聽 結果沒有想到他聽了之後就靈感乍線 他就創作了這一首也是一樣 他模仿很多帕格尼尼隨想曲技巧的高難度樂曲 那吉安和上一首遊覽者之歌一樣 都是根據就是匈牙利的查爾達斯舞曲的形式寫成 那查爾達斯舞曲形式的特點就是 一開頭你會聽到慢版 然後接著會變快 那一開始呢小提琴在最低音的軍弦上面演奏有很濃烈的吉普賽風格的旋律 然後呢這一段舞伴就長達四分鐘 就是各位一聽就很難忘記 那接下來是熱情而節奏快速的快打段落 非常的狂野 然後在結束之前呢還會一直不斷的加快 在燦爛的高潮中結束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欣賞這首拉威爾的吉幹 還好 啊 很快